西红柿这样做,大人孩子都爱吃 首先准备两个西红柿,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放入碗中,把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容易去皮 烫好之后,把西红柿去掉外皮 先把西红柿切成片 然后再做成碎丁,装入大碗中 倒入鸡蛋液,放入胡萝卜丁,西葫芦丁,火腿丁,葱花 加盐五香粉调味,一大勺面粉 搅拌成浓稠一点的菜糊糊 垫饼称刷油,倒入菜糊糊 再用铲着摊瓶,上面撒上黑芝麻蒸香 表面再淋上少许油防干 盖上盖子,绕着两面手头就可以了 看看想不想吃呀 然后用盘子盛出来,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均匀的小块 拿起一块,看看是不是特别柔软的那一种 西红柿做的早餐蔬菜饼就好了 这样搭配营养,做法还简单 拿它当早餐,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学会这个饼,老公上班,孩子上学 这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喜欢学会的家人们,赶紧收藏 给家人们吃做一下吧 最后喜欢我视频的老铁,就双击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分享支持,感谢